台北市长郝龙斌一直以市民热线1999当作自己的重要政绩之一 不过呢最近有民众向民事新闻投诉说 1999热线跟市长信箱根本就形同虚设 因为他的住家附近有一家违法营业的洗车厂 每天噪音吵得他快发疯了 就向市府来申诉12次了 到了这个月的6号才有官员来现场会刊 确定是违法 不过这个又事隔两个礼拜了 现在依旧放任着洗车厂继续营业 汽车要打蜡就得开空压器 这个声音吵得住户快发疯 我工作的位置刚好就靠在那个洗车厂旁边 他只要一坐我真的没办法静下来做事 我现在每天要带耳塞 然后或者是做我要到外面避难 我尽量能逃我就能逃 环保局亲自到洗车厂用分贝器一侧 检测的音量是72分贝 超过他的管制标准 日间管制标准是60分贝 因为我们的只有打蜡的时候会用到那个 然后其他时候我们都用手洗 洗车厂员工很委屈 但这里是住三用地 依法就是不能开洗车厂 居民从6月3号开始打1999又写信给市长 一共申诉12次 8月6号都发局终于来会刊 虽然会刊后确定违法 但一直等到19号洗车厂还是在营业 我就说国富革命如果十次成功 那我要跟台北市革命的话 我可能要100次都还会失败 洗车业者还是在那个地方营业 那他不是虚设吗 本案是违反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制 规则第八条的规定 那这个都市发言局是以违反都市计划法 79条处罚6万元罚还 算算从申诉到开罚总共花了77天 台北市政府如此的施政效率让人摇头 明镜需要华春风中益 蔡博导 明镜需要华春风中益